当你读书共享敬意好时光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读时光 感谢您的收听 为您分享周国平的作品 单纯的人也许傻 复杂的人才会蠢 单纯的人也许傻 复杂的人才会蠢 单纯的人吃亏 往往是因为轻信别人的善良 这是傻 复杂的人吃亏 往往是因为高估自己的精明 这是蠢 二者都出了错 单傻情有可原 蠢最有应得 二者都有可笑之处 单傻不是可爱 蠢而且可恨 人都是崇高一瞬间 平庸一辈子 大魄里人情味 二者兼备是难得的 有两种人最不会陷入 所谢的烦恼 最能够看清外在的得失 他们似是两个极端 自信者和厌世者 前者知道自己的价值 后者知道世界的无价值 厌世气俗者和愤世 疾俗者都悲观 但原因不同 前者对整个人生失望 通过否定世界来否定人生 是哲学性的 后者仅对世道人心失望 通过否定世界来肯定自己 是社会性的 强者的无情是统治欲 弱者的无情是复仇欲 两者都还没有脱离 人欲的范畴 还有第三种无情 淡薄超脱 无欲无争 这是出世者的大无情 人永远是孩子 谁也长不大 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 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 谁也不相信自己明天会死 人生的路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 到头来不是老天真 就是老糊涂 每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 是头一枚前臂的两面 就看你把哪一面翻了出来 换一种说法 就每一个人的潜质而言 本无所谓短长 短长是运用的结果 用的好就是长处 用的不好就成了短处 要做自己性格的主人 不要做自己性格的奴隶 一个人做了自己性格的主人 也就是尽可能地 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一个人性格的所谓优点和缺点 是紧密相连的 是一枚前臂的两面 消除了其中一面 另一面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在享受性格之力的同时 享受性格之弊 乃是题中应有之意 只需把这个弊 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如何限制 就是发扬性格本身的长处 抑制短处的真正力量在此 一个人 不应该致力于改变自己的性格 最好的办法是扬长必短 把长处发扬到极致 短处就不足为害了 事实上 在相同性格类型的人里面 都既有成大事者 也有一事无成者 原因多半在此 把自己的弱点变成根据地 人不由自主地 要把自己的困境美化 于是我们有了怀才补欲 红颜薄命 大气晚成 好事多磨等说法 心理学家说 首先有欲望 然后才有禁忌 但事情还有另一面 首先有禁忌 然后才有触犯禁忌的欲望 犯禁也是人的一种 无意识的本能 在儿童身上 即可找出大量例证 一个仗义失财的人 如果他被窃 仍然会感到不快 这不快 不是来自损失本身 而是来自他的损失 缺乏一个正当的理由 可见人是一种 把理由 看得比事情本身 更重要的动物 假如你平白无故的 每月给某人一笔惠赠 开始时他会惊讶 渐渐的他习惯了 视为当然了 然后有一回 你减少了惠赠的数目 他会怎样呢 他会怨恨你 这个例子说明了 人类感激和怨恨的 全部心理学 人是会爱自己的受贿者 恨自己的受害者的 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是投射作用 失贿于人 心中积聚的是正能量 心中的光明 也投射到了受贿者的身上 加害于人 心中积聚的是负能量 心中的阴暗 也投射到了受害者身上 其二是移情作用 失贿于人 自己也置身于 受贿者的感恩心情中 因此心生喜爱 加害于人 自己也置身于 受害者的怨愤心情中 因此心生仇恨 厌恶比爱 更加属于一个人的本质 人们在爱的问题上 可能自欺 向自己隐瞒利益的动机 或者相反 把道德的激情 误认作爱 厌恶却近乎是一种本能 其力量足以冲破 一切利益和道德的防线 厌恶比喜好 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 喜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是出自心灵 也可以是源于感官 可以是出自个性 也可以是源于时尚 相反 厌恶往往是出自心灵深处 和个性特质的一种 不由自主的反应 有两种不同的复杂 一种是精神上的丰富 另一种是品性上的腐败 在同一个人身上 两者不可并存 真善美的统一 也许只是诗人的梦想 哲学家的逻辑游戏 道德家的说教 事实上 只有三者都弱 才能相安无事 如果他们都很强 碰到一起 不能不发生冲突 偏财或有强的感情 或有强的理智 或有强的意志 全才三者俱强 因而要忍受 最强烈的内部冲突 但也因此 有最深刻的体验 和最高的成就 最强的本能 受到最深的潜意 从而有最遥远的升华 如果上帝给了你一张漂亮的脸蛋 你要留心 这是对你的灵魂的一个考验 如果你的灵魂平庸 这平庸会反映在脸蛋上 把漂亮现行为粗俗 如果上帝给了你一张丑陋的脸蛋 你要宽心 这是给你的灵魂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的灵魂优秀 这优秀也会反映在脸蛋上 把丑陋修正成独特 每个人的心中 都住着一个更高的自我 哲学最大的好处 是让更高的自我觉醒 这些本源性的问题 想明白了 生活中的很多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您点击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